这个泽尔根冷鸭越来越红了 吃过白色的泽尔根冷鸭 这种红色的泽尔根冷鸭吃起来什么味道 今天给云点尝一下 这个冷鸭下面就是大明天的鱼杏草 那个鱼杏草它的泽尔根味道更加浓郁 但是上面这个冷鸭吃起来又脆又嫩 水分也非常充滞 两半起来八十分 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 这个泽尔根冷鸭 也是我们这边家家户户餐厨 逼不扣烧的一道两半菜 非常的受欢迎 看到天盖边里面全是泽尔根 这个就发出冷鸭 这边也有颜色的两半在一边 这边就发出冷鸭的一半是一半 一个面条来导臣的很尴 Gam 尝两根 看一下最近味道怎么样了 这个味道更浓郁 这水特别丰富 这片天盖完之后继续给它改成岛槽 到了3月份的时候有回来盖这个根银鸭了